为了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林峰做了不少努力 希望能获得平等的机会 因为从小长辈就认为 盲人不是去摆摊算命 就是去帮人按摩 高中的时候我填升学班 然后他觉得 你不是要填就业班 不是要去按摩什么 我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说要填就业班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更妙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的哥哥就是背工 还有爷爷他们就是长辈 他就说 那你去设台课吗 我说对啊 那你不是要去算命 我说没有 好好不加 这一个乐器 他看就可以看出时间的痕迹 之前就都生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前一阵子去整理过 不然本来可能更惨 林峰拿出他的第一把树笛 这个赔了他11年的宝贝 虽然看起来老旧泛黄 但他改变了林峰的一生 我说 你这些黑管是什么 我自己要五六万 然后我就说 我自己要五六万 不合得比便宜 当年家境清寒 妈妈不肯让他买树笛 也希望他放弃音乐梦 不过这时候 因为学长得知林峰的困境 拿出压岁钱和打工薪水 私下号召同学募捐 让林峰能带着这把树笛 参加音乐系珍视 而林峰没让大家失望 如愿考上辅大音乐系 成为系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盲生 我常常会自己一个人 就是在教室行业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就坐在那里 因为那时候突然间 跟他们没有话题的时候 就真的常常自己一个人 然后有时候 反正还有乐器可以练 我会觉得那也没什么 离开起邻学校上大学 林峰这才意识到 自己和同班同学的不一样 他看不到乐谱 看不到指挥 他意识到自己 要比明眼人更用心 后来大四毕业时 他的树笛成绩是全系第一 看你们做不做 来木吉他先弹 贝斯还是没有进来 贝斯继续 木吉他跟着弹 今年夏天 林峰展开申平第二场 个人演奏会 来替林峰伴奏的是 他平日合作伙伴 磨进乐团 在彩排时负责发号施令 的是团长俊杰 在台上总是酷酷的 贝斯手是阿诚 专心到不行的鼓手是阿佣 还有这次被找来帮忙的吉他手阿胜 五个热爱音乐的好朋友 从小就在启明学校一起长大 你不要扭到阿佣 不来 我再有前面喔 打开再去坐 你去旁边看一下 来 开演之前 后台完全没有紧张的几分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 有赞美也有吐槽 热闹到不行 陈铭江老师都说他是台湾第一吹 吹管吹 为什么 就是他很能吹 很能吹 就是吹管吹的又红亮 又大声又好听 又不闷 谢谢你喔 陈铭江都说他台湾第一吹 快很准 快很准 对对对对 还有你在那个打鼓的时候很帅 有点帅 真的很帅 真的很帅 就是好像全心投入 其实这种话可以不要讲 因为我每次听到很多 都会 真的 真的 不是很客气 很多人说吗 很多人说 他们啊讲实话 欸 那个 那个 骷髅老师 我没有听到 你有声音吗 没唱 看不见 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倾记话题 说说笑笑放松演出前的情绪 不过当他们一站上舞台 就是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 虽然看不见彼此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一同演出的默契 问他们怎么给对方暗号 他们神秘地说 他们之间有着男女朋友 在谈恋爱时的心电感应 今天很少人 所以大家因为这样变得好朋友 你们要救急一点 然后甚至你们可以坐在台前前也没有关系 然后年龙男朋友开展前 虽然说只有三十个人 可是大概三百个人 受到两次台风影响 台南这场演奏会在事前并没有做出宣传 现场听众不到三十人 但临峰和伙伴们依旧演奏得很卖力 一个观众十个观众一百个观众 你都是要演 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尽力 对自己交代 要对买票进来的观众 演出圆满结束 临峰再次借由音乐和大家分享幸福 而他自己也获得一份神秘礼物 女友Kobi意外现身 他也很累啊 那竟然要来 又要请进来 又要用掉半天的特休 真的喔 对啊 特休要留着去玩 如果他来 会怎样 很意外啊 很高兴啊 很感动啊 很... 神奇啊 你怎么会跑来 Cobi 你怎么会来 你怎么会跑来 你还不小心过来的啊 跑来干嘛 你为什么说要来的 快九点 快九点了才来哦 Meine 我六点才下班耶 你... 你干嘛他那么辛苦 不是他如果来 你会很开心 对啊 可是他 我想说他应该不会来 吓到了吧 我们刚刚还要讲说 他如果有来的话 就表示他愿意嫁给我 沉浸在幸福当中的林峰 未来会更努力 用乐声传递幸福 用乐声感动更多人 而他更希望 大家的感动 不是出自于同情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 我的音乐 跟一般人可以 就是说 能不能跟一般人一样 有没有跟一般人一样 来看我们的感觉 不会只是同情 不会只是 因为他看不到 然后很厉害 其实很厉害不是因为看不到 而是因为努力 就是不是因为看不到会吹 然后叫很厉害 而是因为努力 可以跟一般人一样 尽量朝这个梦想去走 然后少一点同情 多一点平等 好那么大一个箱子 我看到都熟了 未来张凌峰还要继续证明 音乐生命力和视觉 没有关系